女人想要你了,最爱说四句话,男人不懂会伤了她的心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女人,她们在遇到自己爱情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恐慌 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她们连说话都说不出来 但是她们会通过以下这几个信号去暗示那个男人,要主动泡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男人一定要主动一点 如果你还站在原地,像个木瓜似的 这样不仅会让女人远离你,同时还会伤害她们幼小的心灵 一,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你,不好意思啊,你睡了吗 当一个女人非常想念一个男人,并且发自肺腑说一些心里话的时候 男人千万不要去诋毁她,尤其是当一个女人说 这么晚了还打电话骚扰你,有没有休息呢 这个时候男人千万不要说,你明知道这么晚还打电话给我 就算睡了也被你惊扰醒了 这时女人绝对会立刻挂断电话 因为从你的语言当中,她得知原来只随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你根本就不喜欢她 所以男人如果你们不懂,就可以违背一下自己良心说一些谎话 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绝对会让每个女人都很喜欢你 并且这个时候,如果你睡不着,可以约她出去吃夜宵 或者是出去散散步 我想这样不管哪一个女人都会离不开你 啊,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你有时间过来陪陪我吗 女人她们做几次来非常的小心翼翼 尤其是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 当一个女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喜欢上了你 并且在晚上会情目至今想起和你在白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忙,就可以立马飞奔过去找她 这样做绝对会让那个女人爱死你 并且这个时候的女人,她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 所以她给你的这些信号也预示着她想让你泡自己 从而和你发生一些性关系 事后她绝对不会像那些妖妖的女人一直纠缠着你 因为在你和她发生关系的那一刻,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三,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有一小部分女人 她们非常的大方,并且在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时 她们就会在爱情当中迷思了方向 有一天当一个女人说,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吃个饭 这个时候男人千万不要去拒绝一个女人 只要你答应去赴约 她绝对会让你看到一个和平时大不相同的自己 并且当她再见你的时候,还会为自己精心打扮一番 然后穿着一身性感的衣服出现在你的面前 虽然像这样的女人,她们虽然心机很重 但这些通通都是因为你的出现 因为她太爱你,所以才会有这些比较夸张的举动 四,你说你长得这么帅,身边是不是有很多女人喜欢你啊? 当一个女人突然对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她在探视你 如果你身边没有别的女人追求你,那么她绝对会第一时间去向你表白 因为这个时候,女人其实她早都已经暗恋你很久了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向你表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所以这个时候,男人一定要学会主动一点 只要你主动出击,绝对会让你感觉到不同的样子 并且这个女人日后,她绝对会让你生活得很幸福 并且每天都会变着方法给你带来不同的新鲜感 以上就是一个女人想你了 所以对你说出了几句话 所以小编想劝告那些男人们 当一个女人主动向你示好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傻傻地错过了 否则有一天,当她把对你的爱转移到别的男人身上 当那个时候你再后悔 可她早都已经不再属于你一个人了 好